詞曲 李宗盛 謝謝大家 然後謝謝主辦單位 讓我有這個機會來到這個市民廣場 是我從小玩球類運動最喜歡的地方 因為我有非常棒的草地 那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我看起來很像有點太年輕 站在這個舞台上面 我其實現在是住在芬蘭 然後在芬蘭創業 然後剛好回到台灣 然後有機會順便趁著開會之語 到這邊跟大家一起參與人權 或者是所有的環境權 或是各個權利的關心跟分享 今天每個人站出來 參與這個活動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有越來越多人的參與跟關心 才會讓這一切每個議題有發生的機會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這個水污染 環境議題的水污染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從六七年前去到芬蘭 那芬蘭大家是那個北歐的芬蘭 不是芬蘭也不是芬蘭 也不是宜蘭 那在芬蘭呢 是這個 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 北歐就是非常安靜 然後乾淨的一個國度 他最有名的人物是聖誕老公公 因為聖誕老公公會為大家做 所有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讓芬蘭人可以一起做夢 然後去實踐每一個夢想 這是我在芬蘭學到呢 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讓每個人都有發揮平等的一個機會 芬蘭呢 是世界上第一個 這個婦女有投票權的一個國家 他們其實在去年度 也不是說應該是明年度 2017年才要完成他們100年的獨立 所以他們的歷史其實是非常坎坷的 但是呢 芬蘭人是非常平等的 然後讓我這個外國人呢 在這個國家是享受免費的教育的一個權利 那但是最重要的是呢 這個我感受到呢 芬蘭的這個平權的這個運動呢 雖然說他們也是很保守的 但是不像台灣這麼多的抗議遊行呢 都是這麼多人參與 芬蘭人是比較寧靜一點 因為在外面站太久呢 會很冷 現在的氣溫是大概負視度 但是芬蘭人是會為每一個權利呢 都站出來 讓大家一起參與 然後開放平台 讓大家一起參與的 我要講的是水污染 是這個 其實我回到芬蘭 地建做的事情呢 就是打開水龍頭 然後喝非常乾淨的水 我回到芬蘭 而回到台灣的一個禮拜呢 我每天都被事後非常多的礦泉水 就是瓶子 然後我覺得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我們的這個 大家的飲食習慣呢 跟平常的消費習慣呢 就是充斥在非常多的包裝裡面 那而不是真正接觸到最源頭的這些食物 或者是水 或是自然資源 那從我們的這個消費模式 跟大家習慣的這個購買的消費模式呢 其實就是間接的呢 讓這一切都是一直朝著比較不好的方向去走 那這個水污染呢 跟這個所有的空氣污染啊 今天天空看起來還不錯 因為我聽聞台灣海中現在的空污問題還滿嚴重的 那我在機場第一件事情是先買口罩 希望我這幾天是不會用到 因為這個水污染跟空氣一樣 它是一直擴散的 它不是說你要停止就可以停止的 所以說跟你的鄰居 跟你的周遭的學校 跟你的周遭的工廠呢 其實都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鄰居呢 你得到的水就會是比較乾淨 至少味道聞起來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的鄰居比較不好呢 用很多的化學清潔劑呢 你可能就會開始聞到一些比較臭的臭水溝的味道 像這個是我們比較無法控制的東西 但是呢 其實都是跟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因為它是循環然後流動的 那台灣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但是其實台灣人口是非常的多 那台灣的對這個世界的影響力其實蠻大的 因為有非常多的工廠是在台灣 那其實也是我引以為傲的地方 因為其實台灣雖然說在世界的這個國際地位呢 很像稍微還是有點受到空間比較小一點 但是呢 當我在國外跟人家說我來自台灣的時候呢 是受到很多尊從的 就是很多人知道台灣在哪裡 而不是泰國這樣子 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有一個淵源 就是我今天他們下面有弄一個布條 然後我手上拿一個旗子跟我身上穿的衣服 有多少人知道用回鍋油做肥皂的這個知識 或者說嘗試 台灣其實已經推動了20年 然後我在大概去芬蘭的時候開始 因為興趣而開始跟大家提這件事情 發現那邊人都沒有聽過這件事情 他們覺得我是很神奇的一個人物 就是我會用回鍋油然後來做肥皂 然後做出來的肥皂呢可以用來清潔家裡 他們覺得我是就是有點快要變成神了這樣子 所以我把台灣的一個小小的這個在地的知識呢 跟這個技術呢帶到北歐去發揚光大 這就是為什麼我今天會站在這個舞台上面 我其實是一個設計師 我對肥皂跟對化學其實不太了解 但是呢我想到的是在北歐的那個環境下呢 他們是比較贊成我們用開放式的教育 就是說我可以去跟不同領域的科系呢 來做這個跟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提出的策略呢是想要讓這個知識呢 怎麼國際化 那怎麼國際化呢其實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 但是呢它是非常容易有影響力的 現在很多在提這個Local Global就是在地化全球化的事情 我的這個案例呢其實就是在地化全球化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案例 那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我也很想要跟大家提這個環境水溫的問題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有一個荷蘭的年輕人 可能很多人聽過他 他要解決這個太平洋的塑膠垃圾的這個飄散的問題 所以他成立了一個這個Ocean Cleanup 就是海洋清潔的用非常新穎的 就是突破式的這個創新呢 其實說是在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或是一個路上面他們努力去找答案 但是目前看起來已經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進展 他們會解決的是整個太陽太平洋上面所有的垃圾 大家的塑膠垃圾的問題 這個這個案例呢非常值得大家去投注跟關注 那回到這個台灣的這個小小故事的這個全球化的這個參與 我在芬蘭其實就是做這件事情呢大概是五年前 然後大家是從興趣開始 因為我的課堂上有十三個國家 當我說出有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大家都沒有聽過 那所以我就辦了第一場的工作坊 是零下二十度的天氣呢我們去去餐廳找油 但他們的油炸食物的飲食呢不像台灣這麼多的非常就是美食 沒有這麼多的這個油炸的食物 所以找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呢炸薯條還是很好吃 總是有人會炸薯條嘛 那就去餐廳要了這個炸薯條的油 那就開始的第一次的實驗 就接觸到了十三個國家的人的同學 那十三個國家呢就有十三個國家的語言嘛對不對 那我就開始覺得這個力量好像有點可以擴散的機會 就是說那我就邀請每個人用他們的自己國家的語言呢 然後來記錄這一件事情 然後當他們回去他們國家之後呢可以繼續發揚光大 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一切都變成open source 讓大家可以一起來參與 那每個國家有不同的議題 因為台灣當你想到油跟水的時候呢 你們是可以很快的連結在一起 尤其是頂星事件爆發的時候 在國外呢他們很難想像你們怎麼會有人去買回收油 然後再做其他的事情 這個我那時候是很很難開口說台灣的這個新聞事件 不過就是因為會覺得蠻丟臉的 但是呢就是因為這樣呢 所以才會有更多的人在意到 原來每個國家對油的回收的制度都是不太了解的 芬蘭即使是一個非常先進的國家呢 他的回收的油的制度還是有點漏洞的 他們針對大公司他們就是會有非常好的規範 但是小公司呢或是家庭呢 大家還是盡量就是遮一隻眼 然後就過去了這樣子 所以說在地的這個新聞記者呢還是就是對我們非常有興趣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的是這個我們接觸了42個國家的人 然後有處理了2000公升的油 然後呢在芬蘭跟冰島 明年會去冰島設一個工作室 然後現在有一個中南美洲的這個 環保肥皂的大使正在那邊 因為我去不了 他就去 他要去中南美洲一起跟大家交流 那台灣呢已經做了20年還會繼續持續下去 資訊在下面 希望明年呢2017年的時候會辦一個全台 甚至全世界連結的這個 一起做環保照的運動 的一個活動這樣子 歡迎大家一起來學習在台中的南屯社區 風速社區 然後一起那個 有個旗子上面創造台灣 然後相信有一天余會再回來 好謝謝大家